車啦 你是搞什麼東西啊 你執行真是逆向耶 駕駛氣噗噗拉開嗓門 對著逆向行駛的女駕駛大聲理論 這樣都怎麼考的啊 我們也執行啊 拜託一下 這是單行的嗎 車子就停在路中間 雙方你來我往 不過究竟為何火氣這麼大 時間回到更早之前 太誇張了吧 駕駛行駛在桃園市大溪區路上 前方轎車準備左轉 而後方一輛白色自小客車 確實逆向衝出 兩車險些發生擦妝意外 驚險畫面全錄下 女駕駛下車想要理論 完全不知道自己違規逆向 還一直強調自己是執行車 後方駕駛開不下去 直接大聲開嗆 女駕駛這才信信然上車離開 而在國道上則是有駕駛 疑似開車夢周公 精神不計發生追蹤事故 前方轎車一路搖搖晃晃 下到後方駕駛 趕緊保持好長一段安全車 聚國不其然 只見這輛銀色轎車斜斜開 一路有騙 最後竟直接拾到一旁車道 追撞前方轎車 撞得黑色轎車車屁股開花 影片播網就有網友表示 不適合醉就是疲勞駕駛 這是元旦假期太累睡著了吧 用路人行車上路 務必養足精神 不然一個渡故發生車禍意外 可就得不償失 記者流轉和夢前貴聲 桃園新竹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